台湾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蛋荒 第一批从澳洲进口的鸡蛋即将抵台 最快后天就可以交由加工业者来调度 农委会预计从澳洲进口500万颗进口鸡蛋来台 许木处处长表示 一直以来澳洲 美国 还有日本 这三个国家本来就可以合法进蛋 这两天进来的蛋是由华航载运 这一批蛋目前还没有完成曝关跟入关的程序 数量介于32到36万颗之间 实际的颗数还要等进来之后盘点 没有意外的话 3月1号就可以交给加工业者来进行调配